大事大货的猫山王榴莲 哈喽,猪马店的店,大家好 说到马来西亚,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现在正值6月 对于国内的榴莲孔来讲 当然是它咯 马来西亚几乎全国都不产品 有20个品种 其中最出盛名的就是今天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猫山王 那马来西亚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完全通过自然成熟 自然脱落的方式获得的 所以果肉细腻 口感纯厚 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猫山王榴莲呢? 它的鱼头一般不大 刺,比较短,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它的底部 常常有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猫山王的果肉 红长纸巾黄色,或叫姜黄色 很细腻,绵密 甘甜中带有点厉害 有浓郁的灰甘和香气 讲真话非常好吃 本来下除了牛莲以外 还有熟尽的鲤鲤鲤鲤 特色性油肝的绵密 希望在一起过后 大家有机会到马来西亚 这个努力的播出来 走一走,看一看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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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